第二个 我们跟各位介绍奔底 这个指的就是一个物体承受到奔底 记得我们右边这个 moment 我们是假设我是M2朝向是正的 这个方向 右边moment算是正 永远不要忘了我们的X2轴是朝向紫面 所以是我们写的这种形状 然后我的辨列条件就是 还是一样在侧面 Network Surface 星本NI等于0 然后在两端 F1 F2 F3都等于0 M1 M3等于0 M2就等于我们所讲的M 好 我们在这边找答案以前 我们的坐标轴有一个比较特别的选法 我这边说我的M就是M是在M2的方向 在这以前给各位回顾一个东西 假设我这边有一个截面 这是X轴 这是Y轴 就把这当中心 这是任何一点都可以 我们抵犯一个 我们抵犯一个 来吧 我们来看 我们在家里面 我们可以给予议 欢迎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 我们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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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我们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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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过 我们下车 我们下车 基尼学院跟各位介绍过 叫做 这才有理学们也学过 叫做面积冠性距 这个IXS就是对X轴的面积冠性距 也就是任何一个小面积 到X轴的距离平方 也就是Y平方DA 我们叫对X的面积冠性距 这个就叫做对Y的面积冠 也就是X平方DA 还有一个 XYDA 这个我们叫做Polar Momentum Initial 那很明显 我们只谈这个面积冠性距 如果我的坐标轴变一下 我变成这个 这个值当然可能会变 那我通过这个点也有无数多个轴 每一个轴 对这一点来讲 每个轴 都会有一组I 不同的I 那 很明显 很明显 我一定会得到有某两个方向 有一个方向 这个方向对应的I 是最大值 这个方向对应的I 是最小值 那这个 我们就叫做Principal Axis of Momentum Initial 就是所谓的惯性主轴 而这个呢 跟我们前面谈到的主音力主音变 一模一样 这两个轴一定互相垂直 而且对这个轴的极惯性距 等于零 这个就叫所谓的惯性主轴 它真正推导的方式 跟你们主音力主音变一模一样 也是最后会变成特征值问题 所以这是特征值问题 在几何问题 在面积几何问题上的一种应用 一模一样 所以我们今天不跟各位推导 这个就叫做惯性主轴 任何一个截面积的任何一点 都会有主观 记得 这一点的惯性主轴 跟这一点惯性主轴是不一样的 不同点的惯性主轴 并不见得一样 看面积的几何形状而定 那我们这边要说的就是 我们得答答案以前 我们先选定 我的X1 X2 这两个轴 跟我的Principal X of Momentum Inertial 要重叠 也就是我的XY 是惯性主轴 那你们会说 那我怎么知道 我这个Moment刚好是在惯性主轴上 万一我给的例句不是在惯性主轴怎么办 那又怎么样 假定这是我的惯性主轴 我给的Moment是这个方向 我不是可以把它分成这个方向的分量 跟这个方向的分量 所以没有影响 因为我们 如果我知道 Moment沿着M2 的答案 那沿着M1的答案 只是一个坐标转换而已 那是很简单的 所以我们这边说 NLOG 这个指的 这是一个简线 指的是不失掉一般性 No loss of generality 就是我们不是解Special Case 我们只是 我们只是先设定惯性主轴 然后我不管你的例句是什么方向 我都把它变成XY X2的分量 那我们只先解X2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发现 这一组答案 Sigma1等于Sigma22等于0 Sigma33等于负的I分之M 乘上X1 然后简线也都等于0 会满足我们所有的边界条件 跟Govern Equation 这个会满足Govern Equation是很明显 我们这边细讲 你们自己可以回去带 我只把一个边界条件给你们确认 就是 因为我们其他的边界条件也都等于0 只有一个不为0 可是M2等于什么 等于负的X 等于这个 这我们前面的 这是Sermon Lass LassBond Condition 负的X2 Sigma33da 不是 对不起 X1 负的X1 Sigma33da 要等于M2 而我们这边看看 Sigma 这个就等于 就等于这个 I分之M X1平方da 把Sermon Sigma33带进来 负负得正 等于这个 然后呢 M跟I 都是Count 可以提出来 那X1平方da 不就是等于这个I 所以 整个这个最后就等于M 因为公式里面的I 就是我们讲的 等于对X2轴的质量惯性距 而这个也和你们仔细看 因为刚刚那个图形 你们看到没有 以这个来讲 上半段 一定是拉硬力 下半段 是压硬力 而X1是朝下为正 所以 这边会有一个负号 所以我们告诉各位 你们在财物力量 所学到的公式 事实上是可以用 只有一点 你们的坐标轴 要选对 而为什么财物力学 告诉各位说 截面一定要对称 因为如果截面对称的话 对称轴 就是贯性主轴 那个一个物体 如果有个对称线 截面有个对称线 那个对称轴 就是贯性主轴 所以财物力学 不跟你们讲贯性主轴的问题 它简单一点 只说你们要有个对称截面 是让这个公式 不管什么截面都适用 只要你的坐标轴 选的是贯性主轴 所以这个也是 exact solution 这我看这讲什么 这个结尾上 它还是跟材料系数无关 很明显 可它跟几何形状 跟几何形状来讲 它是有关系的 然后依照我们讲的 uniqueness theory 这个就是我们的答案 这个就是我们的答案 这个我们讲的 它跟材料系数无关 但跟几何形式有关 依照这个因例 这就我们所得到的应变 这很单纯 依照这个应变 这个就是我们的位移 这个证明我们就不证了 这个比较复杂 这个不太好 你们可以尝试 从这边得恩 不是那么好得到的 可是这就是我们的 奔顶的位移场 这给各位做个参考 这不是很好得到 给各位做个参考 那我们真正解的问题 还是一样 虽然不是很好得到 我要得到这个位移场 还是跟connectivity无关 所以这些答案 你的截面机有动没动都适用 有动没动都适用 那我们真正的边界条件 就是我们这边画的 这是各位所熟悉的 如果一个题目 我真的给你是这个边界条件 那这个答案 就是我们的exact solution 那如果不是这种分布 可是它等效于这种形式 就像我们原来的 这个题目的话 那在离开边界 真的给的是这个题目 我们这个答案 在边界是不对的 但是呢 在靠近中间的地方 答案是对的 这就是第二类 好 这结束了我们第三节 第四 再下一个第三类 第四节 我们就介绍柳利句 那个就没那么简单 因为它跟采用力学答案 差太大 那我们会用 Semi-inverse方法来解 也把那个当作 一个Semi-inverse的例子 那个我们下一次 因为那个不是 几分钟可以讲完的 我们就下次再说 好